来来来 婆婆看看有谁有话说啊 咱踏踏实实的说 都不说 那接着打吧 来吧 我说两句公道话吧 您言语一声 我感觉 刚才的婆婆说了 将心比心 现在咱们的儿媳妇 太刁蛮了 从刚才的这个表情上看 大家是耳目共处 婆婆还讲点道理 你刚才看那几位儿媳妇 这个啦 是吗啦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要凭良心说话 真正的做婆婆的是这样的对待你们吗 我认为不是 因为我们也是 你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昨天 我们走过来的 我们非常理解你们 我们也非常同情你们 我们也非常的爱你们 但是你们不招人爱 你们那个小眼一掉 小嘴一撅 说话也好 办事也好 现在我认为我们婆婆说不过她们 她们八十年代后 九十年代后 或者是这个年代的人 那个嘴皮的特别尖刻 那您告诉我 这年代到底是哪个年代 八十年代左右吧 现在把我气得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别舍弃 别舍弃 太尖刻 说话比较刻薄 而且办事 挑剔 真的作为我们婆婆 都是想不到的 你要做饭 好了 这个 还臭吧 你要做饭 不好了 这个 留着你老家伙自己吃吧 也一点礼貌都没有 所以婆婆我们 伺候着你们 而且 结婚给你们酬劳 方方面面都想着你们 但是你们有这种回报的心吗 没有 只是要求婆婆 做这做那 婆婆这不好那不好 要求婆婆 干这干那 你们自己又怎么做的呢 请问你们 现在的一代 中华的美德 哪里去了 中华的美德 哪去了 百善下危险 你们做到了吧 过去 都有那么一句话 什么话 叫做多年的媳妇 熬成婆 多年大到 你们都是 婆婆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都知道 当媳妇 特别特别的难 可你们就不能多理解 理解我们吗 你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两个人 要养四个人 然后还有孩子 要养五个人 我们多大的压力呢 是不是 你们成天 就那么一点 鸡毛蒜皮的事 就没完没了的 掰之不开 你们多理解理解我们 多关心关心 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是呀 你说这个道理 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现在你说你们来 照顾四位老人 这可能是现实 但是你要说 你养着婆婆 呃 公公老家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大家都有退休费 我们只能把钱 花给你们 另外一点 如果你们像 对待自己的妈妈一样 对待我们 你想我们的钱 不给你们花 给谁花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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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